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过去24小时,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加沙展开地面行动 截至目前在加沙作战的乙军三个师 已经完成对北加沙的地面包围 与此同时,以色列海空军继续对加沙进行海上和空中的封锁 此外,据以色列军事记者报道 加沙城哈马斯防线即将全线崩溃 乙军将在几小时内长驱直入 把恐怖分子的头目们像捉耗子般的从地洞里揪出来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赫尔齐哈莱维发表动员说 我们以生命神圣的名义战斗 对抗其旗帜代表死亡和毁灭的敌人 我们是一支强大的军队 有着敏锐的道德指南针 我们正在为国家立国之本的正义和道德价值观而战 打击犯下卑鄙和可怕战争罪行的恐怖组织 哈莱维这话主要表达两个意思 一是以色列无论如何都将残酷打击哈马斯恐怖分子 绝不手软 二是以色列国防军是有道德准则的 不会蓄意杀害无辜的平民 实事求是的讲 现在加沙北部已经很难区分哈马斯与平民了 那些原本应该去南部 却还待在北部的所谓平民 有时候会突然向乙军扔出手榴弹 他们有可能是化装为平民的哈马斯 也可能是哈马斯的铁杆支持者 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能算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随着以色列地面进攻取得进展 哈马斯主席哈尼亚开始改变了招数 表示愿意和以色列谈判 他说我们已准备好 以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 就两国解决方案进行政治谈判 但这一进程只有在停火和开放人道主义走廊 向加沙提供更多援助的条件下才能开始 在我看来 哈尼亚这番话不过是缓兵直尽 就算他想从此以后和以色列和平共处 背后的金主也不会答应 事实上就在他说这话的前一天 哈马斯政治局另一位成员 加奇·哈马德还在电视上公开表示 如果条件允许 该组织打算实施更多 类似于10月7日的屠杀 直到以色列被完全毁灭 哈尼亚呼吁停火 对于以色列及其盟国来说是不可能的 他们发誓要消灭这个恐怖组织 顺便说一下 前几天有消息称 哈尼亚已被美军海豹突击队抓获了 这个传言实际上我也看到了 但一直没提 因为没有任何可靠的信息源证实过这一点 不可能是真的 类似这样的重大新闻除非是在我发文之后发生的 否则如果我没有替大家基本可以默认它是假消息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巴勒斯坦和约旦斯司长伊布拉辛 瓦利普尔的发表声明称 从明天起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内阁将不得不接受 从加沙地区地面撤军 并加快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 如果不能 他应该接受来自北部战线的更大规模的进攻 从明天开始 美国将不得不关注该地区的新平衡 伊斯兰世界将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 此前有消息说 珍珠党和伊朗表示 如果战争在星期五黎明前不结束 抵抗轴心将是直接干预战争的一方 现在看来 这个消息应该是真的了 所谓抵抗轴心 包括黎巴嫩珍珠党 哈马斯 也门 胡塞武装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 自哈以战争开始以来 伊朗及其所谓的抵抗轴心 一直在推行一项协调战略 以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行动 该战略主要有三项具体措施 一是威慑通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削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行动的意愿 二是抵抗 如果威慑失败 协助哈马斯通过武力抵抗以色列的地面进攻 三是游说阻止美国为以色列的地面行动 提供军事支持 现在看来在其指战战略失败后 抵抗轴心可能要正式下场了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哈马斯发布了一段嫁祸挑拨了一件视频 感谢乌克兰提供武器 训练并帮助打击以色列 过去48个小时 已经有400多名持外国护照的人离开加沙 经卡法哨所进入爱情 包括这一家持美国护照的巴勒斯坦人 一位加沙的母亲诅咒哈马斯 被志愿者堵住嘴 视频中 一位加沙的母亲在哭诉自己死去的孩子 他们哈马斯是狗 因为他们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肺色宣布 取缔亲巴勒斯坦组织萨姆顿 萨姆顿打着声援巴勒斯坦囚犯的谎子 传播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主义的宣传 日本冻结九名哈马斯成员资产 在以哈战争有扩大化的危机之下 沙特阿拉伯发出了清晰的声音 他们愿意与美国和以色列合作 尽快恢复和平 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敌人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则是沙特的心头大患的 现在胡塞武装已经向以色列宣战 正是沙特在取得以色列协助下 打掉胡塞武装的好时机 沙特与以色列站到一边 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下表是1948年以来的阿拉伯 以色列冲突一栏 每次都是阿拉伯人先动手 又都在打不过时装受害者 这一回也不例外 最后我想说 任何争斗从外人角度来看 与其说应该站在好人一边 不如说应该站在恶魔的对面 不管有什么医院 或者受到什么压迫 谁蓄意屠戮平民 奸杀妇女 斩首儿童 还公开炫耀自己的暴行 谁就是恶魔 昨日以色列再次发出公告 劝加沙北部的居民立即撤离 并悬赏举报哈马斯 或被绑架人员下落 公告标题为 给加沙地带居民的信息 公告是以传单的形式 由飞机投送的 公告说 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以色列国防军 进入加沙地带的时刻迫在眉睫 哈马斯被消灭和摧毁 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请记住 你的机会很快就会结束 决定权在你自己的手中 如果你有关于被绑架者下落的可靠信息 无论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 或者你是否拘留了被绑架者 我们都为你提供通知我们的机会 建议你尽快联系我们 并向我们提供准确的信息 我们将保证你和你的家人 获得经济回报 共创美好未来 并保证完全保密 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明白了 以色列不可能因为哈马斯 有人肉盾牌 就停止军事行动 有可能这是最后通牒 如果还有人不愿意离开 北加沙城区 那么他们的选择就是 与野蛮的哈马斯为伍 归于作恶的一类了 这已经很清楚了 自从哈以战争开始以来 加沙的确有不少的平民伤亡 但是肯定没有哈马斯宣传那样多 哈马斯将地道分布在加沙所有的医院学校 幼儿园和国际机构的地底下 这种做法肯定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给以色列军队带来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即使这样 以色列还是人之意尽的去尽力做避免平民伤亡的事情 伊尔在再而三催促平民撤离 尽量使用精确炸弹避免平民伤亡 其实在残酷的战争中去谈道德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但文明人又不能忽悠人性的底线 任何利用和煽动平民 当人肉盾牌甚至挟持人质的人 都属于战犯之类必须受到惩罚 如果对这种邪恶犯罪绥静和妥协换来的和平 只会是暂时的和平 如果野蛮的恐怖袭击可以免于惩罚 那么他必定会引来一个又一个的效仿者 世界将永无宁日 使文明社会回归野蛮的奴役社会 实际上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平民老百姓 虽然没有一场战争是值得歌颂的 但是要看战争是谁挑起的 野蛮挑衅文明爆发战争 这就意味着反抗野蛮 惩罚战争犯罪是值得鼓励的 历史证明野蛮与文明是没有绥静可言的 对于野蛮挑剔文明的冲突 任何善意妥协往往无助于解决冲突 消灭战争 唯有铁血的打击 才是对付野蛮的唯一选择